大家好我是PonPon 那我們來更新一下我們現在正式服的進度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先把法師之路給完成了 就是法師跟輔助的一些低標配的陣容 然後很多玩家都說謝謝PonPon啊 你們大家OK就OK 然後我們現在玩的話只剩下無疾 那我勢必動作要快一點 因為我們這幾天其實 都是在留體力啦 體力幾乎都破百了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決定是要把聖物等級先升上來 來看一下這邊我目前戰士的話這邊是有4個紅裝了 然後再來法師的話這邊法師的話是直接升到5級 輔助也是5級 然後有玩家在問的是說假設如果我沒有雙子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擺 然後我們這邊目前來看到的話就是 看一下要怎麼擺會比較好 加趴趴熊 我們先看看這樣子的傷害有沒有比較好 然後有大佬建議是說西翼擺在1號位啦 因為西翼擺在1號位的話他可以直接就是 面對我們的章魚 章魚他會往上移動 然後我們這邊是直接移動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他會直接打這個章魚會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是沒有雙子的陣容喔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上一場的傷害 上一場的話這邊來到2億 2億的話其實這個傷害還算可以啦 因為我們現在要趕快把王給推掉了 然後我們再來是放比較正式一點 我們擺雙子好了 看一下雙子在哪裡 然後這邊加輔助加成 然後我們來試試這樣子吧 來試試看吧 好來到2億3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陣容還是可以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重複剛剛這個陣容 可是我們 我們的那個 傷人已經沒有體力了 我們沒關係 結果索羅斯先死掉了 然後接下來最後我們再來一個 敵人已被擊敗 我們這邊 我還要測東西啊 我們這樣子打了幾場 我們只有測了3場左右 我們大家打太快了吼 沒關係我們現在把最後下面給收掉 我這邊還有一大牌還沒收 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大家打太快了吼 不要一直跳啊 讓我點一下 好我們好不容易進來了吼 然後我看一下對面這個E5M有點 效果有點驚人吼 好這邊 打完了 然後下一個 不要按查看 攻擊 我們下一堆 隨便選一個啦 看不到 然後我們看一下 站好了 雷恩放這邊 選賞一下 欸被女妖毒死啦 打得贏嗎 打得贏嗎 欸打不贏 剩下三隻喔 法師的話已經有開夜火 可是我覺得應該 沒那麼硬 不然我看看好了 法師的話竟然都那麼 這樣子吧 我發現並沒有比較好 我來不及安 太搞笑了吧 這樣子吧 為什麼那個木盾一直在回血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想說你一直在回血是哪招啊 繼續 我來看看 大家都打得 終於有了 看一些感覺比較難的隊伍 這個看起來 很厲害啊 我們的戰士在哪裡啊 看一下 先選這個吧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輔助 然後雷恩 然後女騎不能用了嘛 看一下 這個吧 雙斧 GOGO 我怎麼那麼快就死光光了 我思考一下 要不要讓他這樣子死掉 好 沒關係你就這樣死掉吧 然後我們我們接下來打的時候我們應該是要把那個女騎 不是女騎我們把女騎先打死好了 看一下如果在同一個隊伍的話 我是覺得應該是不用 這樣子吧 我看打得很輕鬆啊早上一開始就用了 看來應該是那個戰士的聖物差距太大了 欸 怎麼還那麼多隊啊 剛剛我怎麼摩托手機的好像前面已經有 這個是打到一半的 這個光弓的部分那張拉過來一樣是還不錯的情況 那我們這樣子好了 interested 科學怪人要放個招啊 哎唷唷唷,- 為什麼管家在滑動哪 耐拉VS 耐拉 我看這個鳳凰被拿去拉好了 就這樣 OK這隊滅掉了 我們看一下 大家打得很起勁啊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我們把看一下 欸等一下按照戰力的話他會跟著鳳凰 天啊這是我夢寐以求的那個 他先抓魅魔好了 女僕 欸這什麼東西啊 前面這個斧頭在幹嘛 撐住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們這邊 怎麼隊友還那麼多 天啊 我們來挑一個 感覺又比較複雜一點的 修女的話一定會暴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戰士還剩誰 什麼我們戰士沒有人選了 真糟糕欸 這樣子要放誰啊 他先拉修女嗎 也不用啊 我反而就會管家這個要先拉 管家那個像卡特蓮娜一樣 然後輔助的話 畫法師 輔助 這樣子吧 OMG 跟我想的畫面都不一樣啊 等一下有希望嗎 不行他是要避了鳳凰 等一下這個感覺沒救了 嗯 我想一下 可是我不弄 我們這樣也沒救了 怎麼辦呢 我們這邊 打掉了 這次要打掉嗎 好像也沒救了 也不叫打掉 看一下他這樣子的話應該會跟著光法 可是如果按照戰力 那個女僕的跟隨是按照遊戲外的 就是團隊副本外的機制 所以他會跟著光法 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畫面 這樣子吧 結果他是跟著艾茲耶 接下來我們這邊有沒有最後面 人家重生時間 我們的娛樂影片就結束了 我們之後 因為之後的話現在任務剩下什麼 八級的城邦嘛 還有五件的小說聖物 還有所有職業剩到四級以上 這個我之後再跟公會成員一起來戰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個沒有到很擠 然後反而是 重生物啊這些升起來就好了 所以等於是說我正式服其實也打通了 好 本部娛樂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